压力大更不敢买屋取妻 如今也有人颠覆传统 一位设计师就颇文说 最穷时月收只有2万元 但与富家女交往5年后结婚 月付大方送一间2到3房 总价约750万到1200万元的房屋当假装 让他少奋斗60年 应该是房价太高吧 就是一般年轻人都买不起 所以就是爸妈就会愿意赞助他们 这是个好事 因为没有在所谓的 一定是男方要有房子 而不是现在的反向是女方 老岳父很大方 但要注意若房价超过赠予免税额 就得课税 一年当中你都可以赠予220万 给你的 给任何人 那这个部分的额度是免税 你有子女他准备要结婚 那还可以善用所谓的 我们讲说婚嫁父母亲 还各可以给100万这个额度 事实上近年来 继承移转动数年年增 像是2018年就高达56315栋 年增4.5% 与2014年的47619栋相比 增加近两成 另外2018年的赠予移转动数 也较前两年成长 达到43025栋 基本上我们比较建议是说 你是用现金去赠予 如果日后这个房子有要出售的时候 那它会面临到房地合一税的问题 那它取得成本来讲 相对于教育市价是比较低的 那到时候它去出售的时候 它的一个房地合一税 可能就会比较高一些 房价飙涨薪水跟不上 年轻人想变有壳一族 可要精打细算 东西才经新闻 刘宇轩卢伯聪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